You'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If we change it You'll know how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Once you let it Let it change Hey 大家好 歡迎來到Bad Rock 上次介紹Muji他們夏季折扣入所到的那款非常實用的大馬力領衫 前幾天也有特別去Muji Labo的門司逛逛 也發現到Muji Labo的部分也有一整架幾乎都是6-8折左右的單品 所以我也挑選了一款我個人覺得這個時候入手非常划算 而且整體設計也蠻有Muji Labo的特色的單品 待會跟大家詳細分享一下 好 那進入今天重點之前 一樣來介紹一下金融OTD OK 今天搭配走的是 棕色調簡約乾淨的夏季混搭 首先 褲裝的部分是UniCrowU今年春夏2TOK雙打折扣其褲 再來那一搭是Rage Proof 提涼鞋的部分是傑克軍80年代攻發的Curka Sandal 今天還有混搭抽繩肩背包 抽繩肩背包是今年春夏UniCrowU他們推出的 去年也有推出同樣款式 基本上今年春夏外出我九成都是帶這一款 收納方面也可以塞非常多東西 超實用也很平價的單品 那最近看日本的時尚圈消息有注意到 UniCrow在接下來秋冬季的部分 也會推出這個抽繩肩背包 報導中也有提到 這一款抽繩肩背包 在秋冬季UniCrowU準備會推出登星龍的版本 所以非常期待 接下來秋冬季UniCrowU會推出的這個系列 應該會更加質感 那當然論實用性非常棒 所以我覺得多入手幾款我也覺得還蠻不錯的 到時候有釋出比較正式的消息再跟大家分享 最後造山的部分就是今天混搭的重點 今天搭配的是Burberry London 這件雖然也是百分之百純棉 不過它的整體面料是有點像紗線材質 非常密枝的縫紉法縫紉出來 不是硬製的那種材質 這個紗線面料非常輕膚非常柔滑 不會有感到任何刺膚的感覺 再加上它的這個格紋交錯 就是比較採用低調的格紋 不是Burberry他們常用的那一款格紋設計 所以如果是比較喜歡低調質感路線的話 那這一款的格紋設計也是還蠻不錯的 扭扣方面全部都是採用高質感的貝殼扭扣 所以在太陽光折射下就可以看到它的扭扣方面 會有很漂亮的光澤折射感 這也是Burberry London在細節方面用心的部分 整體的版型設計就是非常寬鬆簡約 那我也是第一次接觸到這種紗線面料的純棉材質 非常特別 那夏季穿很涼爽舒服 那像今天的整體搭配 用卡其色當作是基底色調 來凸顯出Burberry London這個紗線布料的那種面料特性 這樣的話看起來就很非常和諧好看 最後飾品的部分就是最常用的這幾款 項鍊是義大利軍攻發狗牌 戒指是Burkaverda銀戒 Gucci90年代純銀手鐲 跟右手的Aremus RPP 換 那今天整體搭配就是這種 簡約乾淨質感的夏季混搭 夏天基本上就是越單純越好 色調方面我都會盡量控制在三個顏色以內 這樣看起來比較單純簡約 也是夏季非常推薦的混搭風格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好簡單介紹今天的搭配 馬上進入今天重點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在Mujilabo的夏季特賣中 我入手的戰略品 這次入手就是這件 有金棉水洗牛金布 力領襯衫 這件之前應該也有稍微提到過 不過當時因為整體版型 我想說跟去年推出的也蠻雷同的 這次就趁著他的夏季特賣就想說 既然都打到6折 那不妨實穿看看 搞不好還不錯 實穿之後真的覺得 S到M尺寸穿起來 非常適合我的身型 不會感到衣長過長 而且版型設計又跟往常的 例領襯衫還蠻不一樣 待會再實套給大家看看 這件原價1980 目前6折折扣 折扣完變成1188就可以入手到 不到1200入手到Mujilabo的長版3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再加上這一件穿起來 真的是非常輕膚非常滑的材質 那可能是因為他這一件是有垂洗加工吧 整體面料變成是蠻軟 蠻輕薄的感覺 所以又比Muji常規推出的 牛津布的麗領衫更加舒服 待會實套給大家看看 好實穿就是這種感覺 基本上這一件的版型設計 就跟往常Muji他們推出的 常規麗領衫還蠻不一樣 首先就是在這個面料的觸感方面 輕觸的話 你會感受他有點絨毛的觸感 所以實穿感就會覺得 特別輕浮 特別柔滑的那種觸感 再加上這件有幾個特色 特別凸顯出他是Mujilabo的版型設計 首先 但袖口的部分他採用這種無扣設計 所以看起來會更加的休閒 不會帶有那種正式的那種牛津布 扭扣袖的那種設計 再來就是Mujilabo他們的版型設計 就是盡量讓大家可以穿的寬鬆舒服 男生女生穿都OK 所以以我這種偏寬偏壯的身型 穿S到M同樣會產生自然的繞肩的感覺 這個如果是常規的Muji推出的襯衫的話 可能就要到XL甚至到XXL才會呈現這種自然的繞肩感 相對的那種比例的話 繡長可能就會特別長 不會到像Mujilabo這樣的比例感這麼漂亮 再來就是衣長的部分 這一件算是比往常的襯衫稍微再長一滴滴 看起來會有點像是長版3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種衣長比例 就非常適合差不多跟我身高的人 大概172左右 平常穿長版3可能會顯得過長 這種算是適合我們身高比例的這種長版3 同時這一件跟往常Mujilabo一樣 他們都多加送你兩個隱藏式的one pocket 寶藍口袋 所以以這樣的版型設計比起襯衫 我覺得更像是襯衫是外套 我覺得這件就很適合在這種 剩下時節當作是防曬造衫 因為像我現在在室外攝影 體感40幾度 大太陽照下來 就算袖口裡面有點流汗 可是實際穿起來不會感受到討厭黏膚的觸感 單潤防曬造衫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當然 接下來秋冬季又可以拿來當作是內搭的襯衫 以這種袖口設計 我是比較偏好折個兩折 就可以呈現跟我之前穿的那種 蘇聯睡衣 Soviet sleeping shirt那一件 同樣都是這種無扣設計 那就很適合捲個大概兩三折 剛好露出飾品 來凸顯出這種夏季就滾搭 這件在夏天穿我當然不可能全扣 如果要扣的話我喜歡扣大概是兩顆左右 上排數來第三顆跟第四顆這樣 這樣我覺得扣起來的比例感蠻漂亮 這些插個口袋又可以露出內搭 再加上它是這種比較挺的牛筋部材質 所以我雖然是已經扣到第三顆第四顆左右 臨口部分還是不會很容易這樣塌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挺挺的感覺還蠻好看的 那你可以擦褲子的口袋啊 或是擦外側的這個口袋 就可以凸顯出不一樣的混搭感 那如果天氣再冷一點扣四顆大概是這樣 還蠻俐落簡約的感覺 可是真的在版型設計上跟往常的莉領衫還蠻不一樣 很有Muji Labo的版型設計的特色 所以這件我覺得之後可能會蠻常搭配 像Isemiyaki的錐形折奏褲 或者是幼極的一些叫高質感的黑色的褲裝 這樣子混搭起來會很自然 之後應該會蠻常用這件來做混搭的 到時候有什麼比較特別的穿搭上的想法也會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如果是跟我一樣很喜歡穿莉領襯衫 可是又有點穿膩常規版型的莉領衫的話 不妨可以試試看這種有點稍長的版型設計 細節方面又跟往常的莉領衫還蠻不一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蠻推薦可以參考看看這一件 有機棉水洗牛筋布莉領襯衫 好今天就是介紹這一款我在Muji Labo夏季折扣中挖到的這個 意外的非常適合我身型的中產版莉領衫 這件真的是10套之後才決定入手 不然原先都沒有關注到這一款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旗艦門市稍微逛一下 他們目前有做特賣的單品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今天穿到這個莉領長板衫 跟其他Burberry London的短修襯衫 還有其他配件類單品連接方面 我都放在下方介紹了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參考看看 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這類型穿搭影片 或是共發軍品影片的話 再拜託給大家發售小朋友的頻道 並就開啟小鈴鐺 那Instagram 市場更新穿搭罩 可以Follow下 還有SWiBook蝦皮賣場 進去有興趣的話可以逛逛 有興趣的話可以逛逛 Let's Rock 我們下次見 可以蘇金嗎 oit base 屈可 這是 playing 臀